他提供的所謂四百萬 那剩下錢呢? 四百萬算什麼? 對啊 廟方他們都沒有出來現身說法嗎? 沒有 甚至是他們在臉書上面 包括我 在上面留的眼 都被刪掉 是你被封鎖嗎? 我也被封鎖了 這樣就變成一言堂了 你這個黑麵仔怎麼又來東港了? 我是聽說 我們上次拍完《營王祭》 好像事情沒有完 有一些事情暗流湧動 雨波蕩漾 所以我覺得還是又要親自來一趟 來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之前大家應該都有在我的影片的留言區 有看到當地的居民 還有網友們 都有留言一些 有一些話題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核實 也沒有辦法查證 那我們今天 就是要來核實跟查證這些事情 那究竟是什麼事情 讓東港的鄉民 連署超過幾千人 甚至一個簡單的連署 卻有上萬的人來簽名 大致上的事情 我相信還是要由當事人們來發言 會比較工整一點 這也是我今天來的原因 來幫大家求證 其實大家應該都有在新聞上看到大總理上新聞的事情 對 但是詳細的內容呢 卻沒有經過一個比較 延時的報導 外地人也可以簽嗎 對 東榮公的一些董事他們不同意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大總理他是想要有心自己去 花錢去去整修這個部分 但是他們不同意 所以我們只能連署 希望 東榮公 他同意我們去做一些 方便這些信徒 我之前也是有來銀王祭 是 那有參加整個祭典 那之後感覺有一些聲音出來 特別就是很多的網友希望我來了解一下 就是實際上的情況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子 大總理他很有心 他也想要出錢出力 因為其實他對本王也很虔誠 大總理只是還是要遵照東榮公的一些意識 他只是被就是 你叫我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他有一些想要 把這次的銀王祭 做的讓外地人也好 還是一些信仰的人 所以他出錢出力 然後又沒有發表的意見 改善的部分 外地人他贊助的是一些飯湯 因為東港很有名的就是飯湯這個部分 據我知道的啦 飯湯這個部分 然後東榮公他竟然是訂了很多餐點餐盒 麵包 麵包 因為我有吃到我也吃不飽 那種感覺是落慘了 所以他就覺得很悶的這件事情 很悶啊 我們都知道大總理有苦難言 是啊 我們今天就是想要來找看看有沒有辦法遇到大總理本人 沒關係那我們可以請他過來嗎 所以可以啊可以啊 那當然最好啊 到目前為止我們剛剛有看到很多的人來連署來簽名 一切都是為了東榮公本身 就是對廟不對人 那種以大家的初心就是為了要讓東榮公更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本來就是需要大家深遠 而且他就是財頭要把人一起當地信仰中心嘛 要不能單一個人去操控 然後導致說大家居民沒有共同去得到沉睡啊 那這一次的深遠 那這一次的深遠 除了就是他們剛剛講到的廁所的部分以外 還有哪個部分需要改進了嗎 廁所部分 廁所部分是 因為大總理這次提供的經驗啊 給東榮公要去改善 然後他們不要對不對 他們不要啊 甚至連飯湯的事情 所以讓外地的人 外地的人本拿到應該是飯湯 結果最後拿到一堆餐包 但是我問你他提供的所謂四百萬 那剩下錢呢 四百萬算錢啊 對啊 他提供了一大堆的經驗給外地人 給外地的參與宮廟 那其他那其他那些錢 餐包已經沒有那麼貴嘛 飯湯價格已經比較高 廟方他們都沒有出來現身說法嗎 沒有啊 甚至是他們在臉書上面 包括我 在上面留的眼 都被刪掉 是你被封鎖嗎 我也被封鎖了啊 被封鎖 現在就變成一言堂 所謂的指教 甚至是他們所謂的反省檢討 更不應該是讓大家去共同參與討論 怎麼是變成一言堂 你們東榮公講完之後 你們只下面採取了 你自己所認同的言論 然後其他的覺得反對的言論 你全部都刪掉 或者是封鎖不讓人家去留言 那不要說我們單一個人 我們個人的想法是主觀 但是客觀的意思 他們沒有去理解 他們口口稱稱說要檢討要改進 但是似乎在粉專上面 是看不到有檢討的空間 對啊 所以他們一直在刪人家留言 一直在刪人家留言 對啊 那變成說你是不是 沒有想要讓人家檢討的這種感覺 對啊 我們作為信徒 我們也只是 我們是禁王爺公 我們不禁人 大家的想法 這是全體東港政 甚至是全台灣人 都至少對王爺公一個信仰 那大家今天用心付出 你看到上面公布板上面 有那麼多的進線方明錄 那那些人的用心呢 那我們這些 我們就算我們是小幸福也好 今天出來的用心 不就都被 被抬在地上 東龍宮目前 想要避險的話 第一就是公開金流 再來就是他們種種在 營王過程中 所產生的一些爭議 包括內部會議 決定每一件事情的走向的時候 是否有經過溫網的同意 有沒有擲筊 我覺得這個是 每一個爭議點 需要去澄清的 這個才是檢討改進啊 對啊 你如果說這些東西 你沒有辦法拿出來給大家看的話 在公平性上面 跟訊息透明上面 我覺得是很不OK的 預蓋彌彰 祭典期間 我們是住在農區 就是東港鎮外圍 就是這一次沒有繞進 沒有繞進到的地方 那我們中區跟農區的宮廟 還是說我們私底下這些信徒 我們也都有出錢啊 那我們像搭坦搭好了 哪裡也沒有繞 那講真的 你有真的經過公共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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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車拖到我家門口下來走過去為了手 我覺得這一點要平反一下 就是妙房的人員在決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也許想要關乎人身安全的部分 必須照顧到 但是在決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公開透明一點 對沒有錯 如果今天出來遶境了 或者是不管有沒有七角頭 還是說有沒有其他參與工妙都好 今天出來遶境 人真的出事了沒有人能夠去擔這個責任 甚至是不要說東龍宮 東龍宮也沒辦法去負責 就像那天我們這邊重創啊 那天颱風來先從我們這邊登陸 我們這邊一堆人的鐵皮什麼都飛走 飛掉 但是你想啊 我覺得你今天 不要出來遶境就是顧到安全 那你過程中 寶貝 他在粉專上面說有寶貝啊 啊你有 影片嗎 這樣就好了啊 後續 大家索討一個公平性的時候 你說 千歲也交代 可以照常進行 那你寶貝的影片跟證據呢 我們也只是想要說 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是凡人嘛 我沒辦法知道千歲也來想 不過 你們 在東龍宮王府裡面啦 你們才不知道要千歲也來想 台灣 你們在那補貝 還是說 別說補貝啦 你們自己思作一數千歲也來想 就算這一次要是補貝的結果是 溫王決定讓繞境繼續執行的話 這個國不用東龍宮的人背 溫王背 可是就是重點就是這個過程為什麼不要公開 然後後面的這些決議也沒有公開 對不對 對啊 講難聽 我胡錄一篇我就是 我講的就對了 不用聽啊 你們也沒有 你們沒資格提供意見啊 為什麼 像大總理 大總理他這次事後在臉書上面 他公佈了他跟 裡面的人 決議 他沒有發言權 一樣啊 我們信討一下就跟大總理一樣 我們也只有默默在 私底下做事情 我們也只能期望 能夠保佑一切順利 希望讓大家了解事情的經過跟真相 而不是由東港鎮民一起背這個鍋 就搞得好像對於東龍宮的看法好像都是 其實留言褒貶都有啊 但是你看網路上面現在的批批風浪 很大 大家都覺得說啊你們是當地大廟 對啊 說到東龍宮吃錢啊 比較有用的說到賠償嗎 我們陸陸續續還是有看到很多的人來簽署啊 所以我相信這一次 簽署的人是願意發出自己那份心意的人 但是 沒有簽署的人並不代表就是 他們默許這件事情的發生 好人得逞就是壞人的袖手堂乖嘛 但是有時候 我覺得 我們今天來這邊採訪你們 我也是希望用一個公正的態度 沒有要吸歸歐大扁 我沒有要為大總理 但是我想要聽聽大總理他想講什麼 如果東龍宮他們也想要 適宜 他們也想要澄清 我絕對亦不容辭 因為大家就是想要一個鎖房 但是目前的新聞媒體 講到這件事情 他們也有訪問總幹事 總幹事的回應就是 沒有回應 如果說總幹事他願意回應 大家也願意聽 目前要的就是 一個鎖法而已 就這麼簡單 要認識這個 那就是 他們要報報他們出的 他要領老人 那個大總理 報三報不要贏 他兩天他不要贏 現在網路都說 大總理 總經他當事頂不要贏 都說退後大總理 變數要跟 徵修 他也不來 變數徵修的 那幾個都要來換新的 我們大總理要花自己的錢 因為他們廟 他們出廟也沒有了 他們堅持沒有了 不知道在聯署 你看當時在那邊 要改革平作為 叫他給大家 看別人 他都不說什麼 不需要 或是 不必要 對 他說沒有了 他說 原來改建 他說 不必要 不用你了 我們是 那個人的館 做大總理 才有館 要贏 叫他在伯父 那個人 要兩天 在那個 切角頭 台北總理要處理贏 啊 大總理交代說 吳南正 那個副總理 陳思 都要處理贏 他那個 當事長處 就說 他們 天班天課 都不可以處理 啊 人家 人家 在白的角頭處理贏 就好 不太多 那方太強烈了 看王爺 看我 平得 都沒有好 所以 上方主 那一天 也沒有好 沒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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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的意思是說 他們要配合 政府的 政府的 政策啦 對 但是 民風的意思是說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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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可以處理贏 人家 人家 對啦,我贏了一位,錢都沒有,在這裡贏了,我天坦天坑就對了,才有關政府的 你來做大陸總理就沒有管,沒有人去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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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人去做一套,沒有意義啦,花一個錢,大陸你花一個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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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一個錢。 有錢,結果輸最上是沒有,聽人說大陸你不會輸,那個錢很大,他不能簽啦,不行啦,我們要保持公正,我們不能... 那你們也會採訪那個王爺廟嗎?我希望啊,可是王爺廟目前的... 不給回應吧?他們好像不願意給回應啊,上面已經有新聞台去拆訪人了,阿 那...總幹事他的台度就是...我沒有要回應啊,我有什麼回應? 為什麼飯湯這件事會說到嚴重就是因為...以前東港英王的時候,有一個亮點就是... 全部廟方請客吃飯的時候,超級豐盛,結果今年沒有,變成麵包餐盒 變成說這個亮點就不見了嘛 頂頭腳要叫班,禮拜四拜王,拜完之後現在旁邊義工媽媽請他們去吃飯 然後他們去吃,被潘董市長看到... 是董娘叫他們去吃的? 董娘叫他們去吃,然後潘董市長走過去跟他講說... 啊,我不是給你們家錢,你們家在這裡吃,待會我讓你吃倒影 公爺,我爺了,你好 那也是大家的東西啊? 今天又不是說,角頭去搶你們的東西吃 也是你們自己叫人家去吃的啊 以前喔,東港英王沒有新聞台要爆 但是東港英王,新聞台要爆什麼咧? 就是爆說東港英王的時候,大家吃的本坑超級豐盛 裡面的料超級多,變成是一個地方的特色 以至於我們現在東港有很多的人在賣本坑 所以說,你說本坑這件事情 他雖然只是請教班他們這些人員吃 請香客吃,那你覺得這麼重要? 近幾十年啊,變成了是一種地方文化 你不能說,這個東西好像沒有很重要,也不是什麼亮點 然後就被人家掐掉了嘛 掐掉了,那這些錢被誰吃掉了呢? 對不對? 我覺得廟方關於這一點是真的需要解釋一下 那我們今天其實順利的採訪了一下 現場連署的各位民眾啊 那大家有看到很多民眾在這邊圍觀 我們還是希望東龍宮的委員們 東龍宮的各位主角們 大家還是希望你有一個能夠讓大家接受的說法 我們絕對是理性和平的討論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要挖別人家的牆角 我當天為什麼大千說會生氣啊? 我來幫大家翻譯一下好了 當天的情況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如果大將軍要上船的時候對不對? 你是不是應該要全部的船裡面的東西全部被妥了? 我們才上船 上船以後等到將軍號令出發 就這樣而已對不對? 結果那天不是 那天是東西都還沒有齊全 該上船都還沒有上船 就宣王也要上船了 難怪那天大千說要生氣啊 對不對? 你東西都還沒有準備好 你叫我來幹嘛? 你是來叫我來幫忙嗎?